记者曾乃强嘉义报道,日前的823暴雨,让嘉义县沿海乡镇几乎泡在水中,今天天气虽放晴,朴子市,一竹乡等地积水陆续退去,但东石乡,布袋镇仍有村落烟水高度不减返风,东石乡西伦村有丧家因为烟水,延后一天出病, 今天在嘉义县水上救生协会理事长吕文正等人协助下,让棺木坐船顺利出病,县府水利处长林谷话说,水路经贵涉大排石一堤,才造成前述地市低洼地区积水不减返风,已吊派十多组抽水积组抽水,东石乡西伦村栗子伦未出现到157线,但道路北侧东伦段及南侧布袋震过沟地区因淹水未退, 车辆无法通行,有户丧家原定昨天出病,却遇上烟水,只好延后。 吕文正今天与三名队员将棺木移到特殊支架上,让棺木浮在水面,以人力运送离体到约500公尺的龙岗派出所前, 在以车辆接驳至家乙市殡葬管理所火化,至今晚为止,东石乡东伦村,西伦村,长潭村,温宰村以及布袋镇过沟地区, 淹水仍未见消退,长潭村淹水高度甚至可达一层楼,当地临性住户用交罚托住家中购奉的声明, 逃离家园,形成奇景,还有灾民一早开脸书直播当地惨况, 驾到外地的乡亲自嘲有家归不得,只能透过脸书才知道惨况。